三十五岁中年小阿姨一天的两千毫升喝什么 今天拆了新茶包 有点开心 豆浆等下泡莫莉花的茶粉来喝 还是老朋友玉米薯茶 甘蔗雪梨茶 它里边的话是有冰糖 所以喝起来不会发苦 但是也不会厚甜的好 它里边的话是有冰糖 白毛根 甘蔗 胡萝卜 马蹄碎这些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透明三角茶包 主打一个可是透明 再复刻一个最近很火的茉莉冰豆浆 最近好喜欢茉莉花茶的味道 香喷喷 玉米叙叙茶 竹着毛根雪梨茶 茉莉豆浆 茉莉豆浆 话说每次做冰营我都缺少冰块 主打一个复刻不严谨 但是吧不论什么饮品加上茉莉花味都不会茶 就好喝的 玉米薯茶就是我经常喝的那款 里面也有加茉莉花 这也可以在清甜玉米煮水味道中喝出一点点茉莉味 所以口味层次更丰富一些 我还挺喜欢喝的 看说明发现这个要热泡 咱喝水煮打听劝 下次用开水 不过冷泡味道也很清甜 不会有那种灰尘感 通调吹多了 嗓子不舒服的姐妹可以试试 喝起来蛮清润 好啦 记得喝水吧